因為剛才警察打我 警察就說警察不可能打人 一定是我做錯事情 他想打我 可是我只是想保護我媽媽 你們每一個人都拿辣椒水 爸爸媽媽 我只是想保護他 你們就拿槍材的嗎 因為我不害怕你們 好可愛 本土劇女星護航白狼搶招衝突 沒參與證據早算演技猴 你天天講我們是一個 民主自由的地方 是嗎 還憑哪一點 警察能干涉宗教信仰嗎 你說我們不能穿黨的背心 絕對不能接受 我告訴我媽媽 他給保護董災 他要保護董災 大家被全院格鬥賽 我是說大家媽 繞進九號引爆警民衝突 同促黨總裁白狼張安樂 因為沒有事先申請 就企圖搶叫被攔下 本土劇女星張懷軒也是參戰議員 除了在臉書護航白狼 也指控警方殴打未成年的孩子 叫警察不要再打我的外國 外國外國外國 警察拿槍嚇他 他耳朵真的太誇張了 常常拿槍指著他 這個小女生 他把槍指在哥哥的肚子上 逼我放手 他把他放手在家裡 在家 頭部的外傷 頭皮挫傷 顏面 面部的挫傷 還有他的右腳踝呢 挫傷 對 那左眼 左側眼呢 它是化學性的灼傷 化學性的灼傷就是 它噴的辣椒水 他只是個孩子 不過網友看法兩極 有人質疑為何未成年 未打三劑疫苗 可以參加遮鏡甚至是結交 當時張懷軒回應 抬照的人一定要打三劑 旁人不用 結果馬上被遮鏡防疫指引打臉了 沒有打完 希望不要參加 看手機就好了 沒有網友反散 趕快去演戲 張懷軒也回唱暫時不拍了 自從在場的民眾則稱 是白狼一行人刻意擋教 才爆發衝突 雙方各說各話 那那個管事事前也沒公告 然後騙我說公告 我們在管事區以外 怕你們階價不能穿黨的背心 那個是事前 從你自己去公告的 如果你有打到公告 你還是要上一個 難或走過 不是為了攔住你 每一個在場的公民 都必須補充這樣的一個管事區 這請說的算法 你要公告 你可以再報上公告 這是你的認知 我在台北 你不知道在這裡有什麼用 好 張安樂先生 我們遵照國家的法律 遵照現在防疫的措施 來執行好嗎 好 講法律 我要照你們 好吧 現在你們的黑箱作業 依照中華民國防疫中心 今天 口罩戴好 我不要違法 口罩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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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法律他說的算 我是說政府說的算 拍下來拍下來 拍下來 他說法律他說的算 張懷宣示後再發文 政治一方派的事 我沒參與也不清楚 因為台照與街照本是同一批人馬 指引警方不讓台照與街照人會合 所以產生了衝突 並非搶交易說 而現場有很多民眾帶小孩去看媽祖 確實沒有檢查站來確認是否打完散劑疫苗 這項規定與舒適 應該由地方政府進行檢討吧